Hello大家好,我是Kate,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这一次的视频呢就是千呼万唤的Sephora八折的打折视频 那这一次的打折呢是属于夏季末尾的折扣 所以其实呢这次打折里面很多的注意事项 其实都和我之前四月份的那次打折的视频差不多 那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我的抢购经验的话呢 我会把link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同样呢本次打折的具体信息呢我也会放到下面的info box里面 那这一次打折的主要重点我跟大家在这里简单的总结一下 首先呢就是11月份的时候呢Sephora肯定还是要再打一次八折的 那到时候呢它会针对冬天会出更多更好的 关于冬天护肤啊或者化妆类的产品 而且每一年呢大家的肤质多少都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所以这一次八月份的打折呢我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为冬天囤货了 所以本次视频呢只有护肤品和化妆品两个部分 而且呢都是以介绍新品为主 那这两大类里面呢我会分为我不推荐买的产品 和我近期爱用的产品还有本次打折呢 我比较想买的一些产品 那按照我们频道的惯例呢 所有今天出现在视频里的产品呢 只要它Sephora店里有的 我都替大家在手上一一上手试过了 而且这一次呢清晰度会有所提高 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加直观更加有用的使用感受 而且同时呢也可以帮大家避免踩一些雷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快点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其实这一次打折呢我感兴趣的护肤品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我们就先从part1护肤品开始讲起 那我们先来说这次视频里面我不建议大家买的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Sephora Favorites 它的Sung Safety Kit 那这个Sung Safety Kit呢 其实不是说它里面的产品不好 而是它不是特别的硬剂 防晒霜这个东西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踩雷 然后特别挑人的那种产品 那像这个套盒里面呢 它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防晒霜 那这种套盒呢其实比较适合夏天开始之前 然后呢你如果想试一些新品 那如果这些新品里面有你比较喜欢的 你刚好就可以买正装了 但是现在夏天基本上都已经过完了 马上就要入冬了 你肯定也已经挑到了自己 这个夏天比较喜欢的防晒霜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套盒就是它不硬剂 然后比较容易踩雷 而且呢实用性也不是很高 接下来呢是有两个我不推荐的单品 首先第一个呢是Seedle 它们家新出的应该是叫Washo 是不是这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里面呢 我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是 它们家这个Color Smart Day Moisturizer Oil Free 然后SPF呢是30的一个Sunscreen 这个它介绍里面说 它是一个可以迅速帮助你 改善肤色不均的一个面霜 然后带防晒指数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理念是还不错的 但是呢因为我当时去店里上手感受了一下 就它的这个使用感受真的是非常糟糕 它刚挤出来的时候呢是白色的 在你手上涂开之后呢 慢慢会变成粉色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变成那种粉底液的颜色 问题就出在它这个粉底液的颜色上 它这个粉底液的颜色呢 在我手上涂的时候呢 可能是根据你自己皮肤本身的颜色 会慢慢慢慢的改变的 它的这个颜色在我手上 就比我手本身的颜色要发黄 要发红很多 而且是那种暗黄暗红的颜色 你们看它涂在我手上之后 那个颜色和那个质地 就是又发暗黄暗红 而且呢特别显我手上的纹路 就我觉得它真的是不是很好吸收 它确实是能够改变你肤色不均的情况 因为你整张脸涂完之后呢 就跟你脸上最黑的地方一样黑 而且再一个呢它说它是Oil Free的 但是其实我涂到手上 我一点不觉得它是Oil Free的 而且相对来说也比较厚重 下面这个呢是Tatcha的一个眼霜 Tatcha他们家就真的是 年年Sefire打折 我年年想买 年年都让我失望 那这个eye cream它的成分呢 一个是日本白牡丹 另外一个呢是Liquid Silk 那这个眼霜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让你的眼睛抗衰老 其实Tatcha他们家的成分还有理念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吐槽的 也其实蛮走心的 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使用感受 我当时去店里试了一下之后呢 就是我会把视频放到这个位置 你们看它真的是非常稠 非常干的一个眼霜 然后涂到手上之后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推开 而且一般来讲呢 在手上都很难吸收的产品啊 到眼睛上你就更不要说了 我觉得就真的很容易出现卡纹啊 然后推不开这样的情况 它真的是我试过这么多眼霜以来啊 最干最干的一个眼霜 就干稠干稠的 我觉得眼睛完全没有办法吸收 近期我有用过很多很好用的护肤品 那也都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跟大家提到过了 所以我这一次呢 只推荐一个产品 就是Dr. Dennis他们家的一个酸 这段时间我和我男朋友 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做生酮饮食 然后他的脸上就明显不再长痘了 然后我就觉得不长痘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种酸的产品换一下肤 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这种 刷酸类的产品给他换肤 没有想到我们的运气这么好 就第一次用这种类型的产品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Dr. Dennis这个刷酸的组合里面呢 一共有两瓶这样的酸 一个是第一步 一个是第二步 然后他里面呢 也配了这种真空包装的小棉球 用的时候呢 你就是用棉球去蘸他的这个酸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他里面的成分 他的这个第一瓶里面呢 主要是乳酸 甘醇酸和菠萝蛋白酶 那这几种成分放在一起呢 就有很好的美白嫩肤 消炎和去水肿的效果 第一瓶最大的效果呢 就是帮助你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主要是可以减少 由于日晒引起的皮肤暗沉啊 然后痘印这样子的情况 那他第二瓶里面的成分呢 首先一个是积雪草 那积雪草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表层和真皮层 更好的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使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紧致 更加的柔软 再一个呢就是绿茶的提取物 那这个绿茶的提取物 它是有很强的抗菌和溢霉的作用 那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预防很多的皮肤病 对抗皮肤过敏以及去除皮肤里面的一些黑色素 第二瓶里面的唯一一个活性物质呢 是燕麦胶 那这个燕麦胶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抗氧化 然后消炎 这两瓶呢是我给我男朋友用的 然后我自己完全没有用 但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到这里面给你们推荐 就是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就首先当时我男朋友刷完第一次酸之后 他脸上的出油效果就减弱了很多 最夸张的一次呢 是他有一天早上洗完脸之后 到下午我下班回家 就是他完全都是没有洗过脸 然后也没有就是吸过油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脸就是跟刚洗过一样 就是整个是一个哑光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的这几天呢 他一周最多用三次 那他脸上的那个痘印 就明显下去很多很多 Dr. Dennis他们家之前有一个 专门针对去Dark Spot的那种产品 那个产品在我和我男朋友脸上 几乎就是没有一点效果 所以我们当时用它的时候呢 我是不抱任何期望的 结果也就没有把当时脸上的那个状况 给你们照下来 就现在我真的超后悔 这两瓶酸 它们两个的味道 都是有一点点那种医疗用品的味道 就不是说非常好闻 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质地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就是流动性非常强的那种水状的感觉 用完了之后皮肤上是不会有任何负担的 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 虽然我很推荐它 但是呢我也要说几个比较重要的注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敏感皮的话 可能这种东西就不太适合你 再一个呢就是每次用它的时候呢 最多不可以一周超过三次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男朋友用它效果 比较明显的一个前提吧 就是我男朋友的脸上已经几乎不怎么再长痘了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用酸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算是我非常推荐 我也是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 自己的需求去进行购买 那接下来呢就是本次打着我比较希望去买的 然后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护肤品 首先我要先夸一下Sephora 就是它最近这段时间呢 出了很多vegan的product 那这个vegan是什么意思呢 那vegan product的这个产品的理念呢 就是在生产产品或者测试产品的这个阶段当中呢 尽量减少对小动物的剥夺与虐待 那比如说拿小动物来做实验啊 或者用它们身上的一些内脏啊 或者用它们的皮毛进行一些产品的生产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去尝试vegan product 我们先来说几个套盒 那首先第一个呢 是我近期超级喜欢的一个牌子 叫Biosyns 那它们家的这个套盒呢 首先它里面所有的产品呢都是vegan product 然后同时呢它里面所有产品的包装也都是可回收的 而且它的价值呢是114美金 卖的话呢是58美金 然后再打八折 就超滑色 提到Biosyns呢就必须要提到它们家的一个主打成分 就是Schooling 那这个成分呢中文名应该是叫绞砂碗 它是一种我们皮肤当中呢本身就存在的一种成分 而且呢可以和我们的皮质高度的融合 在我们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非常透气的保护膜 然后达到保湿和滋润的效果 而且Schooling这个成分呢 它本身的渗透性特别的强 再加上呢它是惰性极高的一种成分 那它就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产生任何的化学反应 所以它是真的相对非常安全 非常无刺激的一种成分 但其实Schooling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深层的渗透 然后让你的皮肤达到高度滋润高度保湿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它也没有别的效果了 但是呢正是因为Schooling它让你的皮肤达到了最滋润最保湿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你皮肤吸收 那你的皮肤对护肤品里其他的成分的吸收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你们看啊它这个套盒里面的这些产品呢 都是Schooling加什么什么什么成分 那加的那个成分呢才是它这个产品能够给你带来的最终的效果 那这个套盒的整体主要功效呢 就是主打保湿提亮和修复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精华 那这个精华我当时去店里试用的时候呢 它是我见过最像面霜质地的一个精华 它比普通的精华要浓稠很多 然后但是它的颜色又比较的清透 它涂到手上之后呢就是感觉那种营养特别的足 然后吸收的也非常快的感觉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任何香精 Creme呢是属于质地比较浓稠 然后油分的话是中等的 然后属于干皮会喜欢 但是很滋润很rich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很油腻的那种质地 而且涂到手上呢同样它的吸收真的非常的快 相比于Creme呢 这个套盒里面gel的质地呢 就会更加的清透更加轻薄一点 就当时呢我在店里试用它的时候 我把那个瓶子稍微倾斜过来一点点 然后你就能看到里面那个液体在那里流动 我觉得它是一个油皮肯定会非常喜欢的产品 因为它真的就是清透水润而且吸收的很快 这个套盒里面另外一个gel质地的呢 是它的一个眼霜 那这个眼霜我在店里其实是没有看到食物的 但我觉得根据我的判断 应该是和前面那个gel的质地是差不多的 然后如果是一个这样质地的眼霜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质地 这个套盒里面我最能够打保票的 就是它的这个维他命C的rose oil 这个rose oil呢我自己其实是单独买了一瓶的 然后我这个包装是limited edition吧好像是 它不是那个绿色的包装 它的质地是流动性特别强的一款油 推开之后呢也不会觉得脸上油腻腻的 我觉得是干皮和油皮都可以用的一种rose oil 而且这个产品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跟大家说过 它本身其实没有主打美白 只是说一定程度的提亮 但我用完它之后真的至少白了两个色好 我觉得它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维他命C在绞杀碗的加持之下 就是高森头然后达到了最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套盒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我有99%的信心觉得它一定会好用的一个套盒 Sephora Favorites Clean Skin and Hair Set 那这个套盒呢是价值115卖46美金 然后再打8折也是超划算 而且同样呢它的这个套盒里面的所有产品呢 都是Vegan Product 而且是所有的产品的包装都是可回收的 这个套盒里面的产品有一半都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用的产品 这里面所有产品的主要功效呢 是肌肤的清洁和一些基础的养护 然后以及头发的一个造型 这个套盒里面Biosense的精华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下面这个呢是一个Mask 这个套盒里面的发膜是一个我已经用空瓶的一个老牌发膜 它的主打功效呢主要就是修复受损发质 然后给你头发进行一定的滋养 那用完它之后我的使用感受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唯一我不太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味道 就闻起来有点像化学教室的味道 就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比较紧张 这个套盒里面另外一个产品呢 是OTL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也是我感觉就是 所有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面霜 我其实没有正装 但是我换了很多它的这个小样 然后每次出门旅游呢 几乎就是我必带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主要是改善你的肤色布君 肤色暗沉 还有一些细纹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味道 然后质地也比较的轻薄 而且水润 就属于几乎是所有肤质 都可以用的一个面霜 Pharmacy的卸妆膏呢 我就不多说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它好用 它的主要优点呢 就是乳化块卸妆彻底 而且味道特别的好 使用感受一级棒 Ust to the people的这个洗面奶呢 也是我之前很早就推荐过的一个洗面奶 那这个洗面奶我已经也空瓶了 它的味道呢 是非常新鲜的KAL的味道 成分非常的天然 洗脸的时候感觉也很温和 而且洗完脸之后呢 你脸上这些咯咯咯咯比较硬的地方 就会慢慢的软化下来 Supergoop的防晒霜是SPF40 然后是我人生中目前最爱的一个防晒霜 就首先它的颜色是透明的 涂到身上之后呢 迅速成膜 而且呢它是防水的 就这个防水这一点 我真的是切身有体会 就大家都知道 纽约不是经常下雨吗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真的是在大地上走着走着 忽然就被淋了一身的雨 淋完了之后呢 回到车里 我就能明显的摸到 就我的身上还有一层那种防晒霜的 那个形成的那种膜的感觉 但是呢 根据之前一些宝宝的反馈 就如果说你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有硅杆的产品的话呢 你可能不太会喜欢这个防晒霜的质地 Herbol的一个Glow Potion 那这个产品它的主要效果呢 是帮你换肤 调整肤色 官网上看的照片和实物差别特别大 官网上呢 它是透明的颜色 然后实物呢 你们也能看到 它是棕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产品呢 我在店里的使用感受非常的好 就是它是水水的 然后流动性非常的强 吸收了之后呢 它整个就刺到你的皮肤里了 它的味道呢 是有一点点酸酸的 裹醋的那个味道 接下来是一个Tonic 那这个牌子呢 我之前也没有用过 它的主要功效是提亮 改善肤色 它的质地呢 也是很水很清透 在手上涂完之后呢 你能明显感觉到 你的皮肤会有一定的发亮 接下来的这个牌子呢 是Cora的Face Oil Cora这个牌子呢 是Miranda Kerr 她自己的牌子 这个Face Oil呢 主要就是帮助你提亮 那在我手上的使用感受呢 它是属于流动性很好 很轻薄的那种油 我觉得是属于油皮 也可以用的 涂到手上之后呢 也完全不会有负担 然后是那种 轻微的黄瓜的清香味 这个套盒里面 最后一个产品 真的很妙 这个产品呢 它是Self Tending Drops 色号呢是Medium 这个东西 在我之前的人生里 就完全没有用过 所以当时呢 我也是在手上试用了一下 在手上录完使用感受之后呢 我就立马给它擦掉了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晚上回到家之后 就发现 但凡是我手上 粘到那个产品的地方 全部都变黑了 而且这个色号还是Medium 它分为三个色号 一个是Light 一个是Medium 一个是Dark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 我觉得欧美人 真的是在追求碳的这个方面 真的是极尽所能 那这个产品呢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没有任何用的 但是 这个东西 妙就妙在 你现在立刻马上想一个 你最讨厌的人的名字 三二一 好就是它 送给它 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套行呢 我其实是在实体店里 完全没有见到的 但也是Sophara 它最近新上的一个品牌 是Dr. Barbara Sturm 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牌子 比较感兴趣 就首先呢 Dr. Barbara这个人 他本身呢 是在非手术的 抗衰老治疗领域 是属于领军型的人物 那他们家的产品呢 也是主打 简单和高效的同时 能够治愈 然后保护 以及再生你的皮肤 而从而达到一个 抗衰老的效果 这个Discovery Kit 它里面的主要功效呢 淡化细纹 干燥 肤色不均的 这些问题 就是针对的问题比较基础 你们去看一下 他们家的精华啊 就基本上就是300多刀起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特别贵的产品 那这个套盒呢 打完八折之后 相当于88刀 买了一个240多刀的 一个产品 而且这个套盒 本身呢 是一个入门级的产品 就是里面有面霜 眼霜 洗面奶 还有面部磨砂膏 身体乳 还有透明 致酸的注射液 那这些产品呢 几乎就是属于我们呼呼过程当中 比较重要 然后又比较基础的一些步骤 同时呢 他们针对的问题 也比较的基础 我觉得是最能够看出来 这个品牌 它的产品 到底跟你合不合适的 一个套盒 所以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高端的新的产品 然后又不想一口气 就是说花300刀 买一个东西 发现回来不好用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套盒蛮适合你的 那如果你不差钱的话呢 你还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家另外一个套盒 就是300多美金 4支10毫升的精华 那我就不在这个里面多说了 毕竟说了我也买不起 如果你决定去买那个精华的话呢 请记得跟我分享你的使用感受 那套盒呢 基本上就以上的那些 接下来是一些单品 我们首先来说 Pharmacy他们家的一些产品 那Pharmacy的这两个单品呢 其实我在店里都没有见到食物 但是我个人还是 对这两个单品比较感兴趣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含维他命C的提亮精华 首先它也是Vegan的product 那这个精华针对的问题呢 就是肤色暗沉和细纹 你们看这个名字 应该就知道啊 它的主打成分呢 是一种叫真叶樱桃的成分 真叶樱桃有多厉害 那真叶樱桃一颗果实里面 所含的天然维生素C 相当于五个新鲜的橙子 加起来的维生素C的总和 那真叶樱桃里面呢 它自己本身还带维生素P 那维生素P呢 就可以促进维生素C的吸收 和它的活性 除了精华之外 另外一个是一个 SPF30的一个基础的防晒 SPF30是我觉得 冬天可以用的一个防晒 它不仅是一个防晒 那它同时呢 也可以帮助你改善细纹和红血丝 根据它自己的官方说明 它应该是乳液质地的一款防晒 然后呢 它里面的主打成分 一个是黑莓提取物 那黑莓本身呢 就是帮我们提供一个 很强大的抗氧化 另外一个呢 是金盏化 金盏化的主要功效在这里面 就是帮助我们有效地抵抗 外来的那些污染 每年只要一道打折 Glam Glow就一定会上新品 那这一次呢 它上的是一个叫 Omega Rich Face Moisturizer 那它的功效呢 主要就是消除红血丝 那它里面的主打成分呢 第一个就是Hemp Seed Oil 那这个就是大麻籽油 在我试过的所有产品当中呢 但凡是含大麻籽油的产品 它的舒缓和镇定 消除红血丝的效果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大麻嘛 对吧 第二个成分呢 是白化绒 它在这个产品里面呢 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 减少蓝光对我们的伤害 那蓝光是什么 就是你的电脑啊 你的手机发出来的那种光 就叫做蓝光 它的包装很特别 然后拿到手里的话呢 不算是非常的沉 这个Moisturizer 它的颜色是淡绿色 然后涂到手上呢 吸收算是非常快的 味道呢 也是算他们家 最没有味道的面霜 所以里面肯定是 没有任何香精的 但是啊 这里有一点 就是它的质地上手之后 你觉得真的蛮厚重的 就是不油腻 但是你觉得 它的东西很厚重 然后感觉里面 营养非常的充足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敏感皮 然后就是有红血丝比较躁的那种皮肤的话呢 你用它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效果非常明显 然后你就感觉你的脸 就是往里面打营养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是油皮 我觉得可能你就不会喜欢它了 所以这个产品呢 我会更推荐在皮肤敏感的时候用 接下来的两个是头发护理类的产品 一般来讲 不会有头发护理类的产品 让我这么感兴趣 但这两个真的是 我还蛮期待的 是一个八小时的头发夜间修复精华 然后注意啊 它是叫Net Serum 所以是一个头发的精华 就其实我好像之前并没有听到过 关于头发精华的这样子的产品 那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帮助你修复头发的干燥 分叉还有破损 然后以及让你头发变得更滋润 有光泽 好成分 第一个成分呢 是Iris Root的提取物 保证你的头发的持续滋养 超过八个小时 同时逆转你头发的营养流失 另外这个Net Serum里面呢 还有五种维生素 那这五种维生素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帮助你锁住营养 让你的头发更加柔顺 我最喜欢它的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的使用方法 睡觉之前你把它涂在发烧上 就是你需要滋养的这个位置 然后睡一晚上 而且第二天早上起来 是完全不需要洗掉的 它自己本身呢 也说它是那种非常清透 非常轻薄的质地 就完全不会出现 就是蹭在枕头上到处哪都是 再一个呢 就是它是在夜间进行深度的护理 而且是不需要洗掉的 就这一点我会觉得应该能够让它比发膜的效果要好 因为发膜首先你要洗掉嘛 然后再一个呢 人在睡眠的时候 对产品的吸收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真的有用的话 效果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就是经常染发 然后烫发 然后经常对你的头发 进行不一样的造型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这个发油呢 就可以让你的头发在加热的过程中受到保护 并且让你的头发的颜色更持久 这个发油里面一共有三个主打成分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贼衣肠的名字 那提到这个很长很长的成分 我们就不得不说 我们头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 叫做二流剑 在任何我们烫发卷发 甚至是梳头的过程当中 就任何你对头发造型的重塑的过程中 都是对头发当中二流剑的破坏和重组 那这个贼衣肠的成分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头发当中被破坏的二流剑重组 让我们头发变得更加强韧更加不容易被破坏 那第二个成分就是葡萄籽油 里面主要含胡萝卜素 然后维生素D,C,E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抗衰老的一些化合物 那主要它的功效呢 就是帮助保护和滋养你的头发 最后一个成分是发酵的绿茶油 那这个绿茶油可以帮助你改善你头发的吸收性和兼容性 我在店里的使用感受呢 就是我先看到它的时候 它的瓶子其实不大 就大概只有这么一点点吧 跟我的一根手指差不多长 然后它的味道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的味道 挺好闻的 不是那种非常腻的欧美产品的那种甜腻甜腻的味道 油涂到我手上之后呢 感觉也非常的清透 也不会出现很厚重的情况 流动性不错 然后也很好推开 再一个呢 就是我拿纸把它擦干之后 手上就是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 就非常的干 用完它之后呢 我觉得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你的头发会变得很油 就像清汤挂灭一样 Primera的一个精华水 它是一个浓素的精华 那这个精华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帮助你平滑肌肤 调理肤色和缩小毛孔 然后它也是所有肤质都适用的 它这个精华的名字呢 叫做Miracle Seed Essence 那这个神奇的种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莲子 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 不管你是南方还是北方 应该都对银耳莲子更不陌生吧 那莲子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精华里的效果也是比较基础的 保湿和增加皮肤对外界的抵抗力 我觉得莲子这个东西 就听起来就非常的中国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脸上 应该是效果蛮明显的 听起来就很踏实的一个成分 而且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Miracle Seed的Essence 它的评分非常的高 那我的使用感受呢 首先你用它的时候 因为它是精华水啊 就是你一定是要在toner之后用的 你千万不感觉得它的质地像水 然后你就前面不涂水了 直接涂它 那它的效果几乎就是没有 它的这个套盒里面 是配70张纯棉的化妆棉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贴心 它的质地呢 是神仙水那个样子的质地 流动性非常的强 很清透 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味道 所以应该也是不含什么香精的 在我手上涂完之后呢 它吸收起来非常的快 但吸收完了之后 会有一点点 就一点点点点的黏 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影响 是因为你后续 肯定还是要涂乳液的嘛 一般来讲 你涂完乳液之后 它也不会黏了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那种水状的 很清透的 针对问题有比较基础的精华 我觉得这个产品呢 就非常值得你考虑一下 护肤品里面呢 我推荐的最后一个产品呢 就是Olli Harrison他们家的Glow Facial Mask 它主要是一个抗衰老的面膜 那除了抗衰老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去除脚质和提亮 这个面膜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呢 是一种粉色的造土 粉色造土呢 它本身是来自于天然的火山灰 研磨而成的粉末 本身是主要针对于油皮的护肤 它是一种有非常强的 净化效果的天然黏土 那所以它在这个面膜里面的 主要功效呢 就是净化皮肤 这个mask里面第二个成分呢 是PHA酸 我很早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AHA酸嘛 那PHA酸呢 就属于比AHA酸还要温和的 AHA酸的一个替代品 那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帮助你更加温和的 去除脸上的角质 我喜欢它的首先一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 它是挤出来的那种面膜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包装就非常的干净 而且面膜也不容易氧化 根据官方说明啊 它挤出来之后一开始是粉色的 那这个我当时在店里试用的时候呢 也发现了 它的质体是那种很稠很滋润的质体 但是一点也不黏 味道是那种 我觉得还蛮好闻的 酸酸甜甜的水果味 官方说它这个粉色的面膜呢 在脸上推开之后 然后粉色的那个造土就会被激活 被激活之后 它就会变成白色 就像我们之前用那个 Pharmacy的面膜一样 就你给它推开之后 它就会变白嘛 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当时在我手上用 我没有看到它变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以上呢 就是护护品的全部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化妆品 我们先来说化妆品里面 我不建议买的一些产品 首先第一个 就是Smashbox他们家新出的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呢 它是full coverage 24小时的一个foundation 因为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的undertone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当时试了三个色号 一个是1号 一个是1.1和1.2 1号是冷色调 1.1呢 是比较自然的色调 就不偏粉不偏黄 那1.2号呢 就是偏黄的暖色调 它的质地 其实涂到手上之后 非常的丝滑 然后属于奶油质地 刚一上手啊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那个coverage 一定是非常强的 就应该很适合油皮和斗鸡 除了不同的undertone之外呢 它颜色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然后价位是36美金 其实也不算贵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 它是我不推荐的产品 我当时呢 拿了它的1号色 就是最浅的颜色 做了一个氧化测试 停了20分钟之后 我又在手上心挤了一些粉底液 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能告诉我 这个颜色在20分钟之前 它们俩是一个色号 这个粉底液的氧化程度 真的是打破了 我对粉底液氧化的认知 你要是真的把它买回家 出门和回家 你就不是一个人种 你知道吗 第二个我不推荐的产品呢 就是Pet McGrath 它们家的一个primer 其实我本人在店里呢 是没有见到它的 这个primer的食物的 但是啊 我觉得它们家最近有点膨胀 就一个primer 你卖到60美金 是不是真的太贵了 再加上呢 我看了一些YouTuber的测评 以及SFAR官网里面 它自己这个产品底下的评价 就很多人都抱怨说 它的这个包装特别的塑料 就是完全配不上 它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目前市面上 比它便宜 比它好用的primer 真的多了去了 就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它要卖这么贵 但凡你有其他primer的选择 我就不建议你去买这一瓶 我这段时间 虽然用了不少的产品 但是好用的产品 其实就那么几个 而且绝大多数呢 我都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有推荐过 我也不想拿出来一堆 我觉得还好的产品 然后跟你们说 它非常好用 那所以呢 这一次我比较推荐的 我自己近期爱用的产品呢 就只有这一支 是Fenty Beauty 它们家的一个primer 那这个primer呢 首先它的包装 就是非常的有分量 它的这种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是磨砂质地的 包装上它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它稍微有点沉 然后它又是那种 玻璃瓶的质地 有可能戴出去的话 你会觉得不是很方便 它的质地呢 是这种比较滋润的乳液的质地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颜色 也不会让你觉得 有油腻感 有负担感 我最近其实用了很多 风很大的primer 就包括It Cosmetics 还有First Eye Beauty 都是属于中规中矩 然后没有说有特别大 特别明显的效果的那种产品 但是Fenty Beauty的这一支呢 它最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能够让你的皮肤 达到一个很持久 很长的哑光的状态 不怎么出油 不怎么显油光 它真的做得到 基本上属于戴妆五六个小时啊 我都看不到 我的脸上出现任何油光的状态 但也不是说整个 用完它之后 整个脸就是哑光的状态啊 就是属于你脸上完全没有油光 然后你的光泽度非常自然 这个primer无论是质地也好 包装也好 它的效果也好 就完完全全非常的优秀 然后它才32美金 你再想想前面那个Pet My Grass 60美金 就为什么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这次打着想要买的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些 化妆类的产品 首先我们来说两个套盒 第一个呢 就依旧是Fenty Beauty他们家的 这是一个i Primer和eyelander的 一个mini set 一共是24美金 然后再打8折的话 就十几美金 我们先来说这个eyelander 那它的本来包装呢 就是那种电光粉的包装 颜值我觉得真的很高 而且很特别 再一个呢 我当时在店里试用它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笔粗细 然后握在手里的感觉非常的好 而且出水也非常的顺滑 过了没多久就干了 干了之后你拿手去搓它 它也不会出现就是晕染啊 搓开的情况 它的整个使用感受下来呢 就特别像那种非常高级的 Kiss Me的感觉 就是我虽然在手上涂它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晕染的情况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会出油的 所以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这个eyelander呢 就和我们平常用的一些日本的产品一样 完全不孕染 这个套盒里面另外一个 eye primer呢 是它的一个眼部打底 那这个眼部打底 我用到手上的感觉 是我用过的eye primer里面最不油腻的一个 而且也非常好推开 推开之后呢 几乎没有任何的颜色 我其实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质地 欧美产品的眼线液笔啊 普遍都是长得又不好看 然后呢又特别容易踩雷 特别容易蕴染 那目前来看这个Fundi Beauty的这个mini set 是完美地避开了欧美眼线液笔的所有雷区 而且它的这个套盒呢 又属于不是很大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接下来的套盒呢 是一个炒冷饭的套盒 其实我真的想了很久 要不要给你们讲这个套盒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 NARS它出的这个高潮的mini set呢 它的这个size和价位都是属于比较适中的 首先这两只小唇膏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颜色的 涂到嘴上呢 一般就是起到一个滋润和提亮的效果 但是它们两个的颜值 还有这个大小是属于装到包里非常合适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唇膏的质地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便于携带 然后带出去颜值又非常高的一个小小的唇膏 这个套盒里面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高光和腮红 就这个大小 我觉得才是一个高光和腮红应该有的大小 就完全没有必要出很大一盘 然后又卖的很贵 这个高光是属于蜜桃橘色 然后颜色比较特别 另外呢 它的这个腮红呢 就是有高潮色嘛 粉色里面稍微带了一点点微微的金色 NARS的这个套盒虽然算是炒冷饭 但是呢 它的包装 它的大小 这次终于算是让我比较满意了 所以我决定还是把它放在这里 给大家推荐一下 接下来是单品 那单品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是Pep McGrath 他们家的同款粉底液 那之前我说的那个primer不是很合适 但是粉底液的话 我觉得60多美金其实还是OK的 它的色号呢 我当时试了很多个 我觉得比较适合大众的 所有人都比较适合的颜色呢 就是02号 不偏黄不偏粉 就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中间的这样一个颜色 它当时刚涂到我手上之后 它的质地是非常滋润 流动性很强的质地 让我一瞬间就想到了 Georgia Mani 它之前的那个低管的粉底液 但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流动性很好 我觉得它的遮瑕力度肯定不怎么低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油皮斗肌的话 可能它在你脸上的表现就不是很好了 那再一个是氧化 我也是给了它20多分钟 做一个氧化的测试 你们在视频里面看 可能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但首先呢 是因为它是变哑光了 所以就没有新涂上去的那个亮 再一个呢 就是说它虽然颜色变暗了 但是没有变暗的特别多 而且我们化妆之后一般是会加定妆的 我也看了一下其他博主的一些测评 它的氧化效果在你的脸上 是属于我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最近这么多品牌都出了粉底液 粉底Beauty也不例外 我当时在店里呢 也是同样试了三种不同的Undertone 第一个是100号 是比较自然的Undertone 第二个是110号 是冷色调 第三个是120 是warm的那种色调 这三个明显120是要偏黄偏暖一些 那110和100看起来是没有太明显的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想比较稳的话呢 就买100号就可以 它在我手上的上手质地 比Pet My Grass的那一支流动性还要强 然后还要水润 上手之后很迅速的就和你的皮肤融合到一起了 我觉得它是几乎没有任何油分的 所以你在用这个之前一定要把保湿做好 光泽度也非常的高 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它的质地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 可能比前面的Pet My Grass还要差 我对它呢 同样也做了一些氧化测试 我给它氧化测试的这个时间呢 是超过了半个小时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30分钟前和30分钟后 没有任何差别 甚至都没有怎么干 我觉得Fundi Beauty真的是一个良心品牌 这个Fundi液我是一定会买回来 是在脸上使用一下的 接下来Shirley Tuberi他们家的一个eye shadow 这个eye shadow呢是cream质地的 其实我对cream质地的这种eye shadow 一直印象都不太好 因为就是觉得它非常的难 和其他眼影进行叠加 首先我在瓶子里摸到它的时候呢 它是那种很软很Q弹 很滋润的质地 涂到手上之后呢 它显色力度极高 也极其好熨染 我觉得真的是属于一个眼影膏 你就可以拿它画出来 整个眼妆的感觉 最让我满意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质地 它推开之后 迅速地就和你的皮肤融为一体 然后就干掉了 干了但是又很顺滑 就像你自己的皮肤一样那种感觉 你一点都不会觉得 它之前是一个cream 我最推荐的颜色是rose gold 就是它是非常好看的 那种玫瑰粉的偏光色 然后里面带着一点微微的细闪 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眼影膏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粉状眼影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手不太稳的话 我可能就不推荐你买这个了 那最后呢 我们来说两支口红 第一个呢 是Shirley Tuber 他们家新出的hot lipstick 那Shirley Tuber 这个系列的唇膏呢 都是以一些知名的成功女性来命名的 那这里面呢 我推荐两个颜色 那第一个颜色呢 是很显气质 很温柔的珊瑚色 第二个是属于比较显白的写橙色 这两个颜色呢 一个日常一些 一个气场一些 但它们两个都是非常不挑肤色 非常显白 涂到手上之后的质地 比较奶油 比较顺滑 因为它们的遮盖力度和显色力度 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属于 很不挑唇色的那种 那如果你对这一个系列都感兴趣 然后又不知道挑那个颜色的话呢 它在官网上呢 都会说 如果你喜欢它们家 其他系列的唇膏当中的某一个颜色 那你有可能会喜欢 这个系列当中的哪个颜色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做出选择 周转曼尼它们家的口红 400号唇釉 非常饱满浓郁的复古的红色 然后气场全开的那种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颜色 那这一只颜色呢 在这段时间 也是出了一个新的金色的包装 这个包装确实是比较特别 然后也是属于很有气场的金色 目前400号的这个唇釉已经断货了 但我不确定 它到时候会不会再补货 但是另外400号同款的那个唇膏 还是有货的 然后也是金色的包装 其实我录这个视频的现在 就明天晚上就要打折了 我现在得立刻马上赶紧开始剪 这次视频当中出现的所有产品 如果你有不同的使用感受 或者你对这次打折 也有其他的一些产品的建议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还算不错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加关注 然后如果你关注了 我没有点旁边的那个小铃铛的话呢 也记得点一下那个小铃铛 这样子每一次我更新视频呢 你都会看到通知 我是Kate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